老師 拜託你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辦 不要緊張 不要慌 來 慢慢告訴我 發生什麼事了 我實在是不知道 要買洗頭後 還是洗衣機跟乾液機的組合 我到底該怎麼辦 不要緊張 那我來告訴你好不好 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在於時間 哥哥呢 你今天是一個懶人 你不在乎要洗多久的時間 只是想趕快丟進去 然後就裝死 那我呢 會非常建議你選擇 這個洗頭後的三合一 可是如果你常常 會有效率的需求 或者是數量 會累積得很多的話 想要盡快完成 我就會建議你 還是選擇洗衣機跟乾液機的組合 不行啦 我這樣還是不知道 應該怎麼買 還是 都買怎麼樣